那我們就是來跟你介紹一下 在這個價錢區間 可以買到什麼樣的車款 我要牽這台啦 忙什麼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特別來到了 這邊是位在南部的一間神秘車店 那為什麼今天要來這裡 為什麼要買車啊 重點就是逢低所終於要入坑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特別來幫大家 藉由他想要買車的這段時間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今天預算 大概有多少錢啊 不是你要買給我嗎 你不是已經有個預算了嗎 我們 今天我幫你找的價錢 我覺得算是入門來講 是可以接受的狀態 但是在 開始之前我們先來問一下 就是 你目前的騎車需求 贏過你 不要講重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 大概在1萬到4萬之間 可以買到什麼樣的車款 因為當初你跟我說 你大概想花可能 4萬內 那我們就是來跟你介紹一下 在這個價錢區間 可以買到什麼樣的車款之外 每台車的價差到底差在哪邊 那我們來調查一下 就是你目前的需求是拿來通勤 還是運動 或者是說 你有什麼樣的需求 因為我住淡水啊 想說如果 可以騎車去 可能 40北投 這樣子去工作 流汗然後 就順便上班 也不錯 OK 所以你就是想要 至少可以通勤 我跟你講我今天特別為你準備了 至少有3、4台車款 那 看你到底 就是看上哪一台車 然後我們今天直接打包回家 那你來挑車之前 你有做什麼樣的功課嗎 因為其實就是 車款分很多種 有平靶 有彎靶 甚至你的目標不同 也都會有不同的需求 例如說你是要騎三鐵 甚至平路 或是爬坡車為主 而且車架也分很多種 有鋁合金 有碳纖維 然後還有一級車架 二級車架 甚至還有輪組 也差別很大 還有變速系統 那就是你在 就是準備上 你有做什麼樣的功課嗎 準備好了 看不出來嗎 馮廁所老闆你好 今天要來跟你上的 第一盤菜 也就是這台 斯特拉95D的 新車款 那就讓我來跟你詳細介紹一下 這台車什麼厲害的地方吧 首先 先講價錢 定價是 23800元 那這台車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就讓我來主意介紹吧 全車 鋁合金的 車架組合 接下來呢 在它的變速系統 搭載了 二乘九速的 也就是總共18速的 SORA系統 那它的煞車系統呢 搭載了限控的 碟煞煞車系統 然後也是使用 貫通軸的這個設計 所以在車子的這個掌控性啊 它的剛性 提升非常多 那全車的重量呢 大概是 11公斤 所以如果你只有 兩萬多塊預算呢 這台鋁合金的 彎把公路車 是你的最佳選擇喔 我覺得不錯啦 可是 說不上來 我新做的新原色 就不是這次了 接下來這台要為你介紹的呢 是 Speeder 400 那 一樣新檔價錢 28,800元 接下來就來跟你介紹一下 這台車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吧 如果你剛覺得啊 那台彎把車騎太久 腰會不舒服的話 沒關係 這台平把 可能更適合你 那平把跟彎把差在哪呢 主要就是騎乘的姿勢上會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它的車架的幾何設計呢 也會有些微的不同 那它這台車搭載了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我們來跟你介紹一下 首先這個車架的部分呢 一樣全車搭載了這個鋁合金的車架 那接下來呢 在它的變速系統上面 搭載了105的這個變速系統 所以2×11總共有22速 一定是非常夠你在變速當中來做使用的 那它一樣搭載了這個碟煞的系統 但這個碟煞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是線控碟煞 現在的碟煞呢 是油壓的碟煞 所以在手感上 更是精進了不少 最後呢 就是這台車的全車重量 只要9.5公斤 所以你看這台車是不是非常適合你啊 油壓碟煞 而且重量還變輕 然後重點是 平靶的這個車子 騎起來肚子還不會卡一顆在那 這台車怎麼樣 你才大肚子耶 我就偏不要跟你選一樣 我不想聽這種建議 我覺得要換玩靶 沒關係 接下來這台我覺得算是 殺手等級的好不好 我覺得已經算是這個價位來講 非常符合你的需求了 我來跟你介紹一下 你如果覺得剛剛那台平靶不夠快啊 接下來我們一樣回到彎靶公路車 這台車 是 斯特拉的400 那這台車的定價呢 是46,200元 那這台車搭載了什麼系統呢 我來跟你好好介紹一下 首先 在車價的部分 剛剛都是鋁合金的車價 你覺得可能是 不符合你的需求 沒關係 這台車雖然是鋁合金的車價 但它前叉呢 搭載的是 碳纖維的車價 所以完全 提升了一個等級 那接下來在煞車系統上面 它搭載的是 105的系統 而且呢 一樣是油壓的這個叠剎 所以手感呢 就比剛剛那台好非常多 你就不會覺得 按太久 手很痠 有沒有 按起來 非常的滑順 那它的變速系統呢 一樣是搭載了這個 105的變速系統 所以一樣是 2×11速 你在騎上破路段 根本不用擔心 你的這個飛輪不夠用 我跟你講 這台車真的是 非常適合你 那這台車呢 一樣是搭載了這個 貫通軸的系統 就不用擔心 像是快拆系統 可能會比較細啊 你可能會擔心 像你現在的體重 會不會撐不住 這台貫通軸好不好 非常適合你 那這台車的車重呢 只有8.9公斤 所以相對於剛剛那台平靶車 又更輕了一些 我相信這樣對於 你在上坡的騎乘表現 應該是非常有幫助的 而且你看這個上管的設計 跟我的那台車有沒有很像啊 我要牽這台啦 這台比較爽啊 這台比較厲害啦 你確定要這台嗎 真的嗎 這台車的預算是超出你的預算一倍 好啦不然我跟妳介紹一下 這台車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好了 這台車跟你剛剛看的那些車款 都不太一樣 這台車是瑞克多的車款 它就是比較空力型的這種公路車 那這台車有什麼特色的地方呢 我來跟你介紹一下 那這台車的車架部分呢 全車都是使用這個 碳纖維的車架 那接下來它的變速系統 前後呢都是搭載這個 105的變速系統 所以一樣是2×11速 一定非常夠你使用 那接下來它的煞車的部分 一樣是採用這個105的油壓碟煞 所以這個手感 按起來真的是超級舒服 你根本不用擔心 按到太久了 手會有這種酸痛的問題 那還有一些很特色的小地方 來跟你介紹一下 像是這個車尾的地方 在坐墊下方 還藏著這個工具組合 所以如果你真的車子 臨時有什麼狀況 你可以拿出你隨身的這個小工具包 就可以拿來使用 那在這個坐管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邊 還搭載了這個 可以持續恆亮的這個 照明燈 那你在騎乘當中 可能是晚上 可能是清晨 比較危險的時候 就可以有這個亮燈 來保護你的安全 那這台車呢 是空力型的這種公路車 所以 內走線就非常重要 有沒有看到 這個全部都是走內管 然後這台車 全車雖然是空力型的車架 通常空力型的車會稍微重一點 但這台車的總重量 只有8.4公斤 所以算是一台非常 具有競爭力的一台車款 好啦那你最後 到底決定要選哪一台車啊 當然明顯了吧 但是 這台啊 確定咧 這台車 定價75000元 整整超出了你的預算 一輩子多 你確定要這台嗎 不然我們要搭度嘛 搭度怎樣 我 直骰子 骰到一點就是 直接公司幫我出 我們有 我們有討論有這個環節嗎 但是骰子有六面 六分之一的機會 好啊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骰到一點的話 這台車你就自己買單囉 OK啊我一定會骰到一點的 沒有多時間 一點 好接下來我們即將給他一個挑戰 不能讓他白白把這三萬塊拿走 所以接下來你要騎著你的新車 成功挑戰 持續騎100公里 然後挑戰成功 這三萬塊我才不會跟你講的 不然我們就從下個月薪水扣 好接下來我們就從下個月薪水扣 外場所 等一下呢 我們要在新手試乘的時候 一定要先來這種 非常空曠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什麼都沒有 那等一下的過程呢 為什麼要什麼都沒有 因為擔心你騎車直接去撞到別人 那這個時候呢 不是人會受傷 是因為這台車很貴 新車不要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 安全第一先來這個沒人的地方 那等一下 現在開始之前 看一下你目前對於控車技巧的掌握 所以等一下你先試著 把你車推出去 然後上車 起一小段 我們看一下現在狀況如何 好啊 開始吧 GOGO 四層Take One Action 你剛剛是吃酷的狀態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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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強耶 就是大家都上卡才摔 可是連沒上卡都可以摔 你到底在幹嘛 腳就勾到啊 我可以預知我也不想摔啊 那你現在騎到現在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我覺得騎起來就好像不知道哪裡 就跟以前騎車的感覺不太一樣 出了很多力 可是沒有什麼前進的感覺 是這樣嗎 因為我覺得我剛看你騎乘 其實你的動作上啊 是真的有一點 上半身太用力 導致你的腳啊 其實 發力的時候會覺得怪怪卡卡 那這個其實要訓練啦 因為你要習慣一下 在公路車的座倉設定 跟騎U-bike 是不一樣 U-bike就是這樣 直立這樣 但是你在公路車是這樣 所以你腳整個踩的位置 跟你平時在騎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這個就多訓練啦 那 但是我剛看你騎車的時候 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就是上下車 這比較重要 因為你看你剛剛 連鏡子都可以摔車 這很危險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幫你制定一個目標 就是你在100天後 即將挑戰你的第一個100公里 有信心嗎 有啊 怎麼可能沒有 但我聽起來你回答得有點心虛耶 我們這100天的計畫 我跟你講 我會 想辦法全力的幫助你 就是 不讓你單純就是自己亂練 我們會想辦法 每週帶你出去騎車之外 也增加你的空車技巧 所以接下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在彭低所100天後的100公里挑戰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楊對不對 我是彭低手 這就是以上他千星車的計畫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美麗達的高雄展銷中心 也就是造福車行提供我們今天場地來拍攝 如果你是高雄地區的車友啊 有任何買車服務 修車服務或是各種人生布品 都歡迎來這邊找鄭老闆喔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水師的下水師的下水igh 還不知道 開水師的下水師的下水師師們 謝謝大家 sobre你 我請下水師的下水師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